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明白这样的道理 游泳者前进,就要往后划水 登山者上行,就要往后登坡 一个人想行稳致远,就要懂得往后退 生活不是童话,没有一点人间疾苦 人生往往弥漫着痛苦,觊觎,算计 直到审时多事,真别厉害,退出谜局 是智慧,更是境界 人生之路不是一马平穿 有时会有坎坷,甚至万丈悬崖 遇到悬崖,后退而行,才是出路 关羽下批战败后,被曹操的军队四面包围 无路可走 这时张辽劝关羽放弃抵抗 先投曹操,保全自己 劝响理由有三 如果暂时退缩,保存有生力量 就有逆风翻盘的可能 王安石写诗说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不要执着于一次胜负 一时输赢 放眼全局和未来 不在一棵树上吊死 是一种智慧的抉择 正如一句话所说 真正的成熟 不是为了理想英勇的死去 而是为了某种目标卑贱的活着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关羽选择往后退 最终跟着刘备平定荆州 做成一番事业 而西楚霸王 向羽选择 往前进 自稳乌江 绝不后退 绝不妥协 留下了永恒失败的遗憾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走到绝路 就往后退 寻找其他的路径 何必非要投破血流 不知变通 人一旦志得一满 光环满身 就是众人主目的焦点 有人追捧 但更多的是极度 觊觎 窥探和算计 人往高处走 火往上面烧 你占据高位 就阻挡了下面人的近身之阶 同时 更高处的人 也会把你视为威胁 猜疑防范 所谓高处不胜寒 正是这个道理 春秋时期 范黎和文种 是岳王勾建的心腹臣子 岳国被灭国 勾建被迫 去吴国 给吴王夫差做奴仆 范黎和文种忠心耿耿 追随勾建 千方百计 帮助他脱离险境 走出低谷 后来勾建 被放回越国 两人又陪着他 卧心尝胆 历经图治 熬过艰难 富国强兵 最终消灭夫差 使勾建 成为春秋后期的霸主 当然 两人也功成名就 慰及人臣 成功之后 范黎对文种说 飞鸟进 梁工藏 脚吐死 走狗烹 今天下以定 我们身居高位 是很危险的 文种舍不下 努力正来的高官后路 终被勾建所杀 而范黎 懂得往后退 毅然辞官 回归平民 经商致富 后人称为桃朱公 道德经说 生而不有 为而不适 功成而扶居 富为扶居 是已不去 人在巅峰 不要贪图高位 不要眷恋尊荣 直到往后退 主动下山 激流勇退 既能自我保全 还能得到 大家的尊敬和好评 俗话说 赠人玫瑰 手有一香 帮助别人 是一种善行 会让世界更温暖 更美好 也能让自己 心灵高贵 百夫偏真 然而 真正的善良 是不动声色的 总是静悄悄地完成 曾有一则新闻报道 一位企业家 来孤儿院捐款 在捐赠现场 请来了电视台 跟踪报道 面对摄影机 和支持人的轮番提问 孩子们眼神躲闪 低着头 脸上写满了难堪 人都是有尊严的 连乞丐都不吃 接来知识 向孤儿院捐款 本是善事 可以牺牲受赠人尊严 来获取自我满足 则是伪善 坠入低谷 遭遇困难 本来就脆弱和自卑 我们在帮助他们的同时 要注意保全 他们做人的体面 作家朱成玉 曾在《善良室》一座 可以走进彼此的桥中 讲过一段经历 妻子好客 每到周末都会邀请朋友来吃饭 朋友来时也都会带点 类似水果之类的小礼物 条件好的 妻子倒不放在心上 而条件不好的 妻子便会叮嘱 不许带东西来 一次周末 妻子打电话时 竟然主动向人家索要起东西来 听说你们矿上的面包好吃 你来的时候 给我烧两个 我尝尝 朱成玉不解 便说你让人家来吃饭 怎么还主动管人要东西呀 妻子解释 老王是个好面子的人 每次来都不空手 但他家条件不好 我又怕他买东西来 才让他带两个面包 起码 矿上的面包 不用他自己花钱 朱成玉 这才明白了 妻子的良苦用心 帮助别人 留下体面 才是最大的善良 帮助他人时 主动往后退一步 才是最好的修养 沉默是金 说话是银 争执是人际交往中最没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偏要说它有意义 那也是负面的 争赢了道理 输了感情 赢了又怎样 虚假的脸面 并不能给生命 增添任何亮色 更不能向别人 彰显自己的修养和气度 俗话说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谈话避免争执 万一对方引起争执 也要及时抽身而出 不要争论 掺火 更不要抬杠 贬损别人 曾国藩刚入官场时 以圣贤书为归孽 处处讲死里 事事叫真格 动不动就和别人争辩不休 非要奋出个 是非清拙来 为此得罪了很多人 同料见他都避而远之 一次 曾国藩在朋友家的寿宴上 又因小事 和好友郑小山争执 唇枪舌剑 犀利刻薄 郑小山大怒而去 曾国藩也被大家白眼责难 事后 曾国藩反思自己 认为自己 在官场遇到瓶颈 社交出现困难 都是自己太喜欢争执 他放下争执 凡事不较真 人生反而顺遂起来 一位作家说 当你要说的话 不会比沉默更有效果时 最好别说 在争执中 管住自己的嘴 往后退 离开唇枪舌剑的战场 是一种宽广的格局 道德经讲 勇于敢则死 勇于不敢则活 人生于世 处事有张弛 做人有弹性 进退有据 伸缩自如 才能一离不败 后退 不仅是为了更好的前进 更是一种大智慧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